嗨伙伴们好 无动说跑步孩子可以常跑吗 在我的微博上有一些跑友在询问我 无动老师我的孩子对我期望他能够更健康 那我跑步的时候能带着他吗 问这样的问题挺多 所以我来回答可以四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叫学习正确的跑步方法 对于一个孩子来讲 开启他的运动是好事情 但是你得教会他基础的跑步方法 有一些是正确的 有一些是不对的 作为父母你让他去运动 你让他正确的运动 孩子的天性迸发了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方法 第二个原则支持他但不训练他 亲爱的伙伴 作为一个孩子 如果你抱着的思想是 你必须今天训练跑完十公里 那这个就糟糕了 你应该是如果你期望运动 对爸爸陪你一起跑 爸爸支持你 但不是说你必须去跑这个 注意支持他但不是训练他 第三个原则 要避免出现的我们讲要一起跑 而不是你去跑 你看模拟一下 普通的家长你自己在家里打牌 对孩子说去跳绳去跑步 这样的场景你认为可持续吗 对比较好的方法是走 我们一起去跑步 走我们一起去跳绳 运动是一起但不是说叫你去 我不去你是孩子的镜子 第四个原则发现内缘的热爱 伙伴们孩子他表达自己的开心 对你会发现没有 小朋友他表达自己的开心 最好的哪怕是下着雨 他也要到外面去奔跑去踩踩这个水 这是发自内缘的热爱 不要把这个给扑灭了 去保有他 发现他内缘的热爱 让他更加的爱上运动 只要遵从这四个原则 那么孩子跑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他绝对不会过量 他绝对不会造成伤害 所以亲爱的伙伴 孩子可以长跑吗 答案可以 四原则和你分享 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好